2022卡塔尔世界杯开赛在即 受此影响 义乌出口订单增长显著 据义乌海关统计 今年前8个月 义乌出口体育用品38.2亿元 出口玩具96.6亿元 相关商品包括各个国家的旗帜 足球 哨子 喇叭 手拍器等等 近日记者来到义乌国际商贸城了解情况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小商品进出口集散地 从今年的4-5月份开始 商户们就开始接到有关世界杯周边的订单 到10月中旬 大部分订单已完成出口交付 从32强确定国家名单确定之后 陆续就有部分客人来询价下单 到目前为止 前期的订单基本上已经除掉了 有部分是老顾客 有部分是新的 他们就世界杯举办当地的商人 对这方面有需求的来我们这边定制 销量比较好 最大的单品应该是这种串起 这种32个国家平台一起的嘛 可能就是各种装饰场合用的比较多 大概一两成吧 波动不会很大 像足球这样的商品 自然是世界杯期间的紧俏货 店主陆青介绍 每次世界杯来自东道主国家的商品需求增幅极大 而随着后续比赛的角逐 与多冠热门国家相关的商品将会受到追捧 订单需求也会大大增加 国外的客人都是这样子 就是往年的话就是说 能自己店面能卖多少球啊 怎么样还就进多少货 但是等到世界杯之前的时候 弄不好的话 他们进个八强啊 进个四强的话 他们国家会很火热的 所以那个时候球肯定会不够卖的 所以说到这种时候的话 那个球量会增加很多很多 今年下半年的话 我们阿拉伯国家我估计在 往年来的话应该低震在30%左右 肯定是有的 所以说中东那些国家今年 我的几个客人 他们球出的很多 都整个人会订的 是这样的 增幅大概较多少 他们增幅有点大的 增幅在往年的百分之百以上 世界杯毫无疑问是一场 世界性的盛会 除了与足球运动相关的产品 在庆祝场合会用到的道具 像拍手机哨子喇叭等 订单增长也十分可观 像今年因为是世界杯 所以他就是把自己换 可能稍微带动了 所以这销量方面 比去年了 这两年就稍微好多了 增加百分之四五十 那个是肯定有的 巴西的 然后阿根廷的 问的也挺多的 像因为我们以前的话 就是一个德国的 一个法国的 这几个国家特别做得多一点 我目前算的可能是 二十来万个应该是有的 对 二十来万个 目前何静齐每天早上忙着 上茂城的店面运营工作 晚上负责照看装货运货发货 像他这样的 为世界杯忙碌的衣物商家 还有很多很多 商品从履带这头运向那头 衣物制造从中国发往全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在这里一看到